市長,那現在總統的防疫會議上面有人說 包庄市長陳其邁是防疫的模範者 我相信新北市在所有疫情裡面都是重中之重 新北市碰到的問題一定率先全力迎戰 帶頭把問題解決 就像居家照護一樣 新北市的居家照護,帶頭勇敢的承擔 所當扛起責任 還不會衝垮後面的量 後面的其他的縣市後來才跟進 這當中當我們承擔起所有責任帶頭走的時候 中央CDC還特別到新北市來看 來看了以後也一句 新北市勇敢有勇氣面對所有困難的挑戰 承擔起居家照護 這麼重大的責任的轉型 這也是新北看到問題 面對願意承擔 新北市面對任何事情 以新北市現在的疫情的狀況 我們一定要率先先選 讓我們新北市長期 因地治癒的責任 所以我們一定全力以赴 就像居家照護 今天已經照顧到20萬人士 這都是我們所有的責任醫院 診所以及衛生所 還有行政夥伴 大家一起努力 團隊好好打這個仗 我們努力 帶著我們所有的決心 來守護我們新北市的健康 來守護我們新北市